大家好 1月11号 比亚迪发布了DMI平台旗下三款车型的一个预售 今天我们就来试驾秦普拉斯这款车型了 那么今天这次试驾的形式 不是说针对很常规的 是一次油耗的一个实际体验 咱们也看看比亚迪秦普拉斯这款车 在油耗表现上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另外我们还找了一款竞品车型 那么竞品车型什么车呢 一会儿入口上你们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所以马上准备开始了 一会儿我们要先去加油站把油加满 所以不耽误时间了 咱马上开始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加油站 把车油加满 加到加不进去 就是我们俗称的加的嗓子眼 就是我们加油之后会贴封条 另外我们有竞品车型嘛 我们把竞品车型加完油之后 我们俗一块跑都加到这种加不进去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跑油耗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跑油耗了 准备开始了 我贴吧 来 封销 来 封销 看 封销 哎呀 贴着 行 来 刚才我们加完了我们那个秦普拉斯 接下来给竞品车型加 就是这辆车是跟我们一块跑的 把不要挡着我也知道什么车 你知道了 还是跟刚才一样 会把油加到加不进去为止 然后我们俩一块跑 跑到今天最终结束 看看他们俩的油耗到底差多少 我们也加到这个 加不进去了 这个加到爽子咬了 然后还是贴封条 来 行了 这是我贴的 行 小里长草清零 小里长草清零 行 行了 我们接下来把秦普拉斯小里长草也清零 小里长草表 里长一 清零 我们现在为止 这颗秦普拉斯目前电池的电量是剩余25% 这个状态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电基本用光了 相当于亏电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放动机 按照理论来讲 会启动频率比纯电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这时候来体验它在这种亏电状态下的一个综合油耗的一个表现 包括刚刚后面那样宣逸 宣逸已经早准备了 那咱们一块出发 走 那咱们工程师帮咱们设定好目的地了 来咱看整个行驶线路 我们是从加油站出发 经过南平快速走水关高速 然后走单平快速路进入市区 后面是市区工况 进入离港东路和北环大道 在农珠大道这里掉头 终点是中石化北环加油站 行 那咱们先走这一趟 然后到这个地儿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换乘 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竞品车型交换的一个位置 那咱们接下来开始这个68.5公里的行程 走着 来咱们接下来聊聊这个驾驶部分 因为这次是油耗体验环节 所以针对什么这种真的比较急性的加速 操控底盘表 咱留到下次市价再说 先说说它的混动系统 比亚迪的DM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 第一代就是咱们当年那个F3DM 然后第二代是唐DM 就那542 当时那个时代是第二代 后来在542基础上还是有一个升级版 所以现在这代像DMI 这属于第四代产品 其实在现在的DM平台上有两套取向了 一个是DMI 更加注重经济智能这套系统 还有一个DMP DMP指的是说更加注重动力表现四驱 所以它现在把DM分成两个算是一个类别的分布 行了 咱们说说咱们这辆琴Plus的动力系统 我们今天试下这款车型是55公里续航版本 用的是一台消云的1.5升高效包动机 针对这种插混专用的 因为它搭配电动机之后 就是这套动力系统 能让这款车的0到100公里加速大概在7秒多 你想想如果咱们开一台1.6升或1.5升自吸的这种车型 加速怎么也得9秒10秒开外了 对吧 所以在动力上很有优势 那么至于要多少我们在今天跑完之后就知道了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小惊喜 说说混动这块 因为这次其实比亚迪的DM这个混动跟很多像跟丰田混动都是不太一样的 它的混动其实日常状态下 还是倾向于更多的去使用电来作为一个驱动员 分成几个空框 比如咱们现在跑这个城市路段 这种情况下它90%多全都是用电子给你提供动力的 所以说放动机这个时候只是一个辅助或者说一个充电的状态 那么只有到了高速状态下 比如说跑高速巡航可能八九十公里的时候 就是放动机才会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动力输出 就有点像是本田的那套混动系统的这种结构原理 有点像那个 90%全用电 所以说放动机的日常状态下 要么就是我工作给你充电 要么我就停止运转 所以油耗肯定要低了 另外放动机的工作启动之后 它会很快进入到一个充电效率最高的转速 但是你别看这个转速比代速这个转速高一点 但是你日常就这么开着 就是放动机启动之后你真的感觉不到 放动机被启动了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呢 只有在第一 这个停车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放动机启动了 这个属于这种充电状态 你能感觉到一点点的这种放动机的声音 当日常这么驾驶 放动机介入和停止 完全是不被察觉的 我觉得这块做的真的非常好了 所以我觉得在动力切换这块 我觉得跟日系的混动相比 真的至少能看齐 有的时候感觉比日系的混动做的还要更好一些 那么也是因为有电动机的 这个作为驱动员嘛 所以你在加速时候可以更轻松嘛 电动机随时可以给你最大的一个这个动力输出 所以这块在城市开非常好 那么续航方面呢 它除了55公里版本 还有一个120公里版本 55公里版本的是提供了这个交流慢充 那如果是120公里版本 它那款车提供直流快充的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日常使用或没有固定车位 我没有一个固定充电桩 就买那120公里版本 然后我去外面可以随时随地去进行这个直流充电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日常使用方便很多啊 另外就是噪音表现 你别看这个这是一个定位 感觉这个十楼板的车型 但是它整个车内隔音效果真的还挺不错的 方便噪音你是不被听到了 因为只有在高速状态下 它才会运转嘛 对吧 你这种日常城市使用就是一个纯电在跑 所以噪音一下帮动机被隔绝掉了 那么它还造 相对来说啊 你要跟风噪比可能能听到一点 但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噪音 我觉得整体驾驶质感方面 虽然价格买十楼板 但是你说跟那些二十来万的日系混动比的话 我觉得基本是一个水平线了 所以还真的很有性价比 那咱们开完这个之后呢 一会儿再去开到轩逸上 因为我们到了前面的转发点 会跟轩逸的里面的媒体老师交换一下 我们开轩逸往回走 这样相当于我们两个车是同样的一个行驶路程 并且呢 不同的人来驾驶这个车型 所以一会儿它的综合油耗还是会有很有说服力的 咱们一会儿再看看它的油耗多少 行了 现在我们已经换到轩逸上了 再开轩逸 然后呢我们现在两车的往回走 回到一开始加油的那个加油站 然后开始加油看两个车的一个实际燃油消耗 那么肯定有朋友会说为什么拿混动啊 这个电波混动跟纯汽油比 是这样 因为本身啊 你说咱们这个插电混动这一类车型啊 你在亏电状态下对吧 没有电油油情况下 它很多车基本就是一个跟汽油车没有区别 所以呢我们今天拿到这个车 以亏电状态下再跑啊 那就是说看这个实际的油耗嘛 跟一个纯汽油车相比 那如果你是这种跟油电混的话不公平 因为它本身是插电混动 所以类型不一样 所以算是一个参考 混在这个车之后 最大感受是真的方形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你不管是加速还是日常驾驶 整个方形噪音跟琴普拉斯比差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一块呢 确实感觉琴普拉斯整个整车车内的一个NVH隔音效果做得挺好的 另外就是底盘了 底盘反正挺颠的 我觉得更多的细微的一些体验感受 等有机会咱们参加常规的实际活动啊 就真正能把那个车开的比较自由的时候 然后咱们再去好好聊一聊这种悬架呀操控方面的表现 行吧 接下来还有差不多可能20公里左右 我们就要到达这个出发的加油站了 一会咱们看看两车的实际油耗差多少 我们这一趟啊 整个日常驾驶啊 没有说真的啊 为跑节油赛而跑啊 就是正常驾驶 该超车超车 这个该加速加速 包括城市路段 还有很多红绿灯 所以没有的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刻意为了这个节油而跑啊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实际 有参考意义的一个油耗测试 行吧 要是加油站见了 来我们已经到家站了啊 现在开始加油 然后看看秦普拉斯和轩义 谁的油耗低啊 谁低都不用说了 跟你说 主要是看看秦普拉斯 它这个最终的油耗成绩 来吧 这已经看的油烟面了 这晃也晃不进去了 就加满了 咱们在这加那个车型 然后加了3.94升 来吧 咱们接下来加轩义啊 加轩义的 加满了哈 看到了 好 行了 好嘞 但轩义也加完了啊 轩义呃也加的是5.65升啊 刚才这车表显跑了115.9公里 基本上公里数会有点小偏差 基本上都是跑了将近120公里 咱们接下来去那边算一下油耗 把车挪走 行了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出发地点啊 咱们汇总计算一下 秦普拉斯刚才加油加了3.94升 然后呢 实际行程里程呢 咱们都按120公里算啊 看一下啊 3.94升除以120公里的话 那么它的百公里油耗 大概是3.3升左右 哎 这个油耗确实你想 跟一辆这个摩托车的油耗差不多啊 嗯 我 我是04年买的第一辆车 当然买的灵阳 当时跑100公里大概需要20块钱 那么当时一升油是3块多钱 现在你看这一箱油涨的大概7块钱左右 人家跑100公里也得花20块钱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来说够便宜了对吧 另外3.3啊 刚咱们拿车的时候最终显示3.5 所以这个它的显示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你看刚才我给上一个老师给的是3.2 他开的3.5比我费油 来看看这个啊 轩逸我们最后加油的时候加的是5.65升 5.65升 然后咱们也是按120公里算 那它的油耗是4.7升 其实以一个纯汽油程度来算啊 这个油耗确实够低了 但是当你跟XIMPLUS这个DMI超级活动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明显有差距了对吧 行吗呢 咱们这次油耗测试就顺利完成了 有关于更多关于XIMPLUS的这个试驾感受 那咱们等到咱们后面再有试驾活动 再给大家详细的一个解读 行吗 活动到这了 还想攻击哪些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月路 学这问题 来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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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